欢迎大家收看小火子的频道 看到这棵冲 我不知道这棵冲还是韭菜 有信我找的 给大家看到 吸引大家注意力 就是新韭菜和老韭菜的最大分别 小火子由2017年 开始投资Bitcoin 亦经历很多起起跌跌 自己经历很多 有些新项目 很兴奋 看到这个项目开始 自己吞吞吞吞的时候 自己心情也很低 也看到很多新闻 一出台的时候Bitcoin的价格大跌 亦有很多回调的时间 经历大上大落 经历了一段时间 就磨灭了自己的 磨到自己的锐气都没有了 但是变得更加谦虚 所以变谦虚 就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应该有的进度 什么变谦虚就是 不要让自己的理智 或者自己的思想 觉得自己很厉害 而去投资 通常这样的想法 就是令你输的开始 觉得自己开始猜到 或者开始有露足的话 但是起码你知道 我们这个投资 为什么会升到终极原因的话 其他的滋滋滋滋 是要慢慢去学习 和慢慢去适应 究竟这个市场有什么 是怎么玩的 那我们今天开播了 题目 是你吗 十大老狗 赛和伸手上 都会上犯的错误 希望各位可以 以此为界 第一个 事不宜遲 今集内容分开 两个部分 有十点 第一个部分有五点 第二个部分 有另外五点 都是Patreon独家 可能会迟些 会放出来 但是 都是Patreon会優先 事不宜遲 立刻看看 我个人来说 身手常犯的错误第一点 就是看位出入 什么是看位出入 小火子 就像这个图 在这个最低点埋入 相对上最高点埋出 我最近看了很多 关于这张币的图 也看了很多相关的新闻 我看好它的 也会在短时间之内爆声 等等等等 希望各位 因为自己小弟 都以前研究很多币 一看到很多消息 看到很多图 就觉得很吸引 会将它爆声 但是 如果我们用之前 所说的说法 就是 短期是没得猜的 如果你越是觉得有得猜 通常你都是书签开始 通常书签开始 都是因为太有自信 觉得自己是很聪明 之前很多集 都说过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很好听 如果这句说话 你听得明白 你便开始顿悟 开始变得欠虚 但是那句说话 就是 问过很多投资者 问他们觉得自己 是不是好过别人 想法 或者自己的投资取向 是好过别人 通常有八成人 最后结果是有八成人 觉得自己好过别人 你想想这句说话 有什么问题 究竟这个市场上的钱 够不够分给那八成人 还是够分给那两成人 所以 希望觉得自己 能够猜到的事 很聪明的朋友 希望多些戒心 多些是 有一个第三者角度 看回自己 那你就会减少一层的自信 应该要谦虚一点 因为这个世界 是不可能绝对猜到的 如果你能够绝对猜到的话 或者很大信心 就是超过六成能够猜到的 那也是一个风险 因为你猜到的话 其实也不用玩比特币 你玩什么事都可以 我玩这个股票又成功 玩这个比特币又成功 也都之前说过 是技术分析也好 或者是新闻分析也好 是没有一个绝对的 而当中有很多盲点 之前也介绍过给大家 就是看图表 为什么会成功 为什么会不成功 那三点我都说过 就是你挖图 和别人有没有分别 五点 挖图和别人有没有分别 你都用传统派的学说 什么头肩颈 RSI 之类 第二点就是 你和别人去比较的时候 你和电脑比较 画的图 够不够电脑快 第二点 第三点 你能不能够 比电脑下盘更快 第四点就是 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 只是靠这个技术分析的大师 可以长期赢钱 全世界头100位的人士 有没有这类人的话 你找不到 那就是证明这个工具 是未必成功的 之前很多都说过 所以大家 不是说不可以短炒 但起码你知道 短炒不是因为自己聪明 如果真的成功的话 可能一些运气 或者加上一些 你起码知道 你自己不是因为 你研究了而成功 因为很多东西 未必是因为你研究了而成功 我给个例子大家 一个例子很简单 就是ETF 什么叫ETF vs NPF NPF是一个基金经理 去看着你的股票 或者你的资产 而当中 我是不是看了基金的回报 比没有看的指数人追踪基金好 我告诉大家 不是 十个有九个的指数人基金 都会跑赢一个 用脑的基金经理 去想出来的投资方案 所以不要觉得 以为有脑去想就会成功 而当中你也很难证明 你的功课是否代表你的结果 这个第一个 小心点了 第二个位置 就是整天都all in 我找不到一幅图 我觉得这幅图很好笑 整天都很想急功近你 因为自己小弟 以前都玩很多不同的山寨币 最后都是有些选手 通常都是选手多 因为刚刚玩的时候 看到很多project都想跟 而跟的时候 都觉得比特币升得慢 最后你就all in 了 某一只山寨币 最后看看你能否赚到 如果你赚到一些 最近很热的 例如有些 FETA币 或者一些 买什么 FALCON 都很多人去 贪快 但是贪快 是否得到好的结果 一个机会大一点呢 我就觉得不是 就算今次赚到 你都不会觉得是 靠你自己的实力 有时候都是赚的 但如果真的靠实力去玩 长远来说 你真的买比特币 就是一个稳定一点的 赚钱的方法 我不是说否定 all in 这一件事 但是 作为一个新手 不要常常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 通常都是 就算这些赚到 你很快就输回 因为你觉得很快 赚到钱 然后你再把这些钱 放到新project 亦都可能玩大注 就令你输得更加快 好像赌制心态 所以大家小心来说 我不贊成all in 神經病 all in all in 是什么玩法 就是嫌人身 不够刺激 要再刺激一些 那我就不建议 因为通常这些 都不方成功 这个世界 哪有那么好处 而且 all in 的话 自己都睡不着 也未必有太大的好处 all in 第三个日 就是资产的组合 投资组合方面 希望各位 我听太多了 就是刚才那个 all in 的例子 就是 比特币升太慢 我想全部躺在山寨币 我也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 是有比特币 才有山寨币 没有比特币 这个成功是没有山寨币 山寨币 可以起起跌跌 可以 甚至消失于世界之中 你见回2017年 头十大 到今天的头十大 已经不同了 不要说头十大 头一百大 都不同了 所以 唯独是只有 比特币和以太币 甚至乎以太币 都输过 比特币 所以各位 希望资产分配方面 如果你真的 很少钱 那你真的 全部分身 山寨币都不要緊 但如果你说 放大块钱 去虚拟货币 绝对是要放多些 到比特币 所以希望各位 资产分配方面 就比特币 理性合理一些 不要像刚才 又摆下山寨币 太多了 因为山寨币始终 很多很多的东西 会控制到的 例如说 这个币好像水波 说它犯法 立即急跌多少成 这只币 老板就 走路 或者不知怎样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去中心化 这些都是中心化的项目 只有比特币是去中心化 真的没有一个大台的话 那个币就相对来想 就稳较一点 那我找了一集来说 究竟这个 有小火之文 有火有文 究竟小火之怎么看呢 政府出这些数码货币 那我当中 会讲讲究竟 政府出和比特币的最大分别 中间那个去中心化 的最重要性在哪里 所以政府越出这些数码货币 是越能够鼓励到 人去投资比特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些不是有按键 但一千几百万出来 但比特币是这么多 就这么多 所以我就觉得好看好 虚拟货币当中的比特币 原因就是因为 不是说它升幅特别多 而是它稳定性 其实有时候 投资不要只说 赚多少赚多少 也都要想想自己的机会 虧多少 相对上来说 比特币不会说 无故跌到零 除非有一天它被人破解了 所以其他币可以跌到零 但比特币就未必会跌到零 我觉得 作为一个 你玩的这么高风险的东西来说 当中没有那么大风险 就是买比特币 所以资产分配方面 好好注意 而小帝的投资组合 也都在Patreon 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 就按入Patreon去看看 有什么可以看到 就看到投资组合 看到不同的新闻 看到楼市 按揭 之而此类的 第四个部分 第四点 整个都是这样的 即是那只星就问那只 永远都不能够在事前做准备 还有要看长线 我不是说短炒不行 短炒是可以 但你要承认一点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猜到 你也是在玩赌博 短期来说 如果真的猜到 其实没有穷人 有方法去短期猜到 都是说那一句 就是只有那个老板 或者是叫做幕后的人 或者是做数那班人 真正知道 明天那个 即是比较大一点 猜到明天的股价是怎么走势的 其实很多东西 老板都控制到的 我这里不详细多说 得罪不少人 那这里再继续去 第四点 就是投资时机不对 高的时候就去追 跌的时候就走X 又怕又行 这个就是一个伸手上发 极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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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 就好像刚刚有人 可能在Telegram 或者Inbox 我问哪只币好 这只币升很多 应不应该现在进入 又或者另一只币跌得很残 现在是否要走货 等等等等 那你就想想自己的买入原因 还有 要不设置止损位 或者止赚位 你自己决定 但是 就是 买得下这只币 你就可能要有一个 长线一点的考量 而不是说 单纯 它的短期波幅 令你很害怕 就是两个原因 上次都说过 就是你可能功课做得不够 又或者另一样东西 就是你那个注码太大 令到你觉得心情很差 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 究竟你现在 买这只币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这个原因 一直存在 你就可以继续持有 例如这个币 还是集资当中 亦都在看它 未来几个月就开始盈利等等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 之前准备 不是说 当爆升了之后 去追入 那爆升了追入的时候 起码在这个 虚拟货币市场 通常追入不了 那些价格已经升了十倍 二十倍 甚至是一百倍都没成功 那你够不够胆入 你就自己决定了 但是赚最多钱的人 都是前期工作的人 前期去做资料搜集 去看到 还有等一段时间 这些钱是值得人家赚的 所以呢 你为什么赚不到那些钱 就是因为你没有事前的准备 例子也说过很多个 例子也说过很多个 例子上年也是在做一毫子 今年已经在做14元 不说太多了 第五点了 还有各位 希望认清自己的投资 是什么 你玩的比特币已经是高风险了 我说的是高风险的原因 不是因为它 可能有一天 就是会有 total loss 都未定过 就是被不破解了 或者什么 那波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小 是高过股票 还有各项的投资物 都不能够和它比那波幅 可以一日跌四成 一日升100% 甚至乎是长期熊市 两三年等等等等 这个就起码知道这一件事 再进移 有些投资者 尤其是新手 就会觉得 市场很好玩 很多抵玩东西 Define NFT 升很多倍 最近很多新项目 都很想加入 等等等等 这个新项目 很有前途 那我就去加入 甚至乎 拿了大缺的钱 去博一博 就像之前又是All In 我记住 我觉得新手最大的问题 就是常常都想 赚快钱和All In 那我们这些老狗菜 看到就好像以前的自己 很可怜 市场说什么 做什么 有时我们就会忘记了自己 是想赚钱 也是想赚一个开心钱 不是这些 每一日都大上大落 或者心情都受到极大影响的一些投资物 你想赚这些刺激的 那你就可以 但是通常投资者 都是想 放下 做了你的功课 那一段时间等回报就可以了 还有 找最多钱的人 我以前是 找最多钱的人 都是扣币的 不用搞那么多 那些超高风险 我听过 我玩NFT 或者玩Define 发达 没有的 但只是玩这个Bitcoin 2014年买了100个 之后 就发达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玩完这些 想清楚你在做什么 而且风险和回报成不成正比 我昨天见到有个 我不说哪个 又可能得罪人 见到有些人介绍 玩某些游戏 其实都有一些像龐氏骗局 叫你入钱下去 然后等回报 但如果没有新资金流入 那这游戏就玩完 这些就是一些 极极极高的风险的投资 我这次不是不玩 但至少你之内会有 total loss 还有 有时 贪置得过贫 觉得自己想快 觉得自己聪明过人的话 通常都是失败的开始 至少你连自己失败的原因 都不知道在哪里 连自己 输了钱都不知道在哪里 因为你觉得自己聪明过人 走得快过人 还有觉得聪明过人 就不好 因为都是一个 我觉得很多的投资项目 都是引人去 引人去一个 贪念 和一个觉得自己聪明过人的 心理因素 而去迫别人去投资 尤其是新手 未见过这些项目 很多时候都是 但我们见过的 每天都是这样 有新的走出来 但都是秉承着自己的概念 那你才能够赚到钱 最后就是这个第六点 就是新的项目 无限理想化 永远觉得新项目 比舊的项目好 例如这只叫做POKEMON 最新的 大家觉得可不可兴 一个叫做 我记得好像NFT的ENGINE 好像跟波卡币合作 形成一个新的投资概念 可以养这只恐龙仔 好像POKEMON 但未有太多研究 但大家都觉得这些新项目 就好像市场面的新股一样 哇 很有得炒 NFT 但其实NFT这个概念 是有机会一下就会玩完 我觉得你可以投资 但起码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 就不是我们的评论 有人觉得这些图很有价值 上次那幅图 NFT那幅图 好像这幅图 很多想砌那幅图 很多 怎么怎么怎么 抄了成亿 但有没有真实的价值 我就不懂得稳定 但能可以一下都没有 所以都是一个 新手常犯的错误 就是见到新项目就想加入 见到新的超高风险投资 就觉得回报很大 就想加入 希望大家有时杠杆 收息等等 不是不可以的 但都是小处 之前和我说了这个投资 组合分配 这集分析这么多 都是一个新手常犯错误的六点 想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保持戒心 就像昨天的影片 真的一个叫做异常平静 暴风雨来临之前 我们都要警惕一下 究竟是否太开心 是否太多新项目出来的时候 失去戒心 当一些新闻走出来的时候 这些全部项目都会急插得很厉害 所以大家应该要想一下 究竟你的资产分配如何 务实一点 不要太大的资产 令自己得不尝失就不好了 这集流量差不多了 我们仅在四点 在Patreon上独家分享 但不是说那四点 就不会在YouTube上看到 但可能是迟些 或者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时间 对那些Patreon的朋友公平一点 而Patreon朋友就更多福利 或者你自己按楼看看 有个不同的出入市位 不同币的介绍 小弟的投资 甚至乎这个Bitcoin大抽奖 今晚都会开始 在九点半时间 就有个post出来给大家投票 昨天看到这个网友提醒我 抽奖方面 其实有些相关条例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这个不是抽奖 我这个是一个有奖问题 我抽完之后 你回答一个相关的答案 我问个问题 你回答一个相关的答案 就可以得到那个Bitcoin 那问题就是什么呢 现在说好了 就是 你现在看的频道是什么频道 那你懂得回答这个题目的人 就可以得到奖品了 那这个到Bitcoin大奖的时候 我们再谈了 那我之后那四点 我们就留在Patreon再见 那我们今集内容差不多了 希望各位在这个Bitcoin市场上面 能够赚到钱 而当中赚到钱 也是令到自己 不要太大的心理关系 心理的影响 在这里面就 顺天而为 希望大家开口心心 下集再见了 拜拜